重磅消息,尤飞惨败教练组调整,奥运冠军张明无奈卸任尤博杯中国队17次决赛中14次夺冠,然而,随着半决赛,2比3不敌东到主泰国队,中国队34年来,首次无缘尤博杯决赛,三位单打陈宇飞,高榜杰,李雪瑞在小组赛就全部输球,这一尴尬记录还是22年前的尤飞决赛出现过。 赛后主教练张明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队员和教练组也饱受争议,就在刚刚,国语教练组方面做出的人员调整,湖南队教练罗一刚升任为国语女单一队教练,而前教练张明被教练组信任,据悉,罗一刚属于大气晚成的选手,也并没有拿到过特别辉煌的成绩,即拿到了1998年瑞典公开赛冠军, 1999年马来西亚公开赛冠军,2001年全运会南丹冠军和2001年八国公开赛冠军,他运动生涯最辉煌的一刻,是在2001年广州全运会决赛上,以2比1逆转林丹夺冠,获得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项冠军。 但是,之后面对众多小将的强势崛起,和自身状态的下滑,在2002年罗一刚选择退役,2006年,海外归来的他回到湖南省羽毛球队,出任羽毛球队教练,直到2008年,罗一刚又兼任中国青年队教练,此番换帅是否带国语女队走出低谷呢? 好